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一起来做Lotus Biscoff Cheesecake 这个食谱是个棉烤食谱 里面用了很多的Lotus Biscoff Spread 还有焦糖饼干 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香 首先呢 准备一个6英寸的火底蛋糕膜 那么火底就是这样的样子的 等一下呢 脱膜的时候比较方便 也可以用Spring Form Pan 在底部抹上一些的牛油 垫上一张烤纸 帮助容易脱膜 好了之后呢 准备无盐牛油 把它们给融化了 就放一旁待用 还有准备Lotus Biscoff Biscuit 就是这样子的样子的 它包装非常的精致 是独立包装的 这样子呢 可以防止漏风 因为这款饼干如果你开在外面太久的话呢 它就比较容易 而且快速的漏风 要注意一下 因为里面是有很多焦糖的 非常的精致 漂亮 Lotus的纸 那么我们需要准备125克的饼干 把它们装进一个Zip Lock Bag里面 排出功绩 锁紧 之后用擀面杖呢 把它们擀前西纱状 擀的方式很快就把它们压扁了 好了之后呢 来看一下是这样子的样子的 西纱状 把它们倒进一个碗当中 加入一些盐 不需要再加糖了 这个饼干已经够甜了 所以加盐呢 来中和一下甜度 再加入大约80%的融化牛油 之后用刮刀把它们拌匀 直到每个饼干都触碰到这个牛油 之后再把剩余的牛油 继续加在比较干的地方 这样子可以均匀的混合 混合均匀了之后呢 你可以测试一下 用刮刀这样子压 能压成团 好像非常湿的沙呢 就是它的浓稠度对了 把它们倒入刚才的蛋糕模具底部 最后把它们分布均匀 先用刮刀呢 稍微把它们铺平 之后压一压 好了之后 再转换成用酒杯 来把底部压紧 用酒杯或者是任何平底的东西 可以把它们压得非常紧实 好了之后 送进普通冰箱冷却30分钟左右 之后在个小碗当中加入冷水 还有吉利丁粉 好了之后用汤匙把它们搅拌均匀 之后呢 让它们吸水膨胀10到15分钟左右 它会开始凝固 看到了吗 现在呢 把它们用隔水低温的来融化 之后让它们继续保温 我们要温的状态 在这个当额呢 把cream cheese软化的 加进一个大碗当中 用搅拌器呢 低速的把它们打散 打到creamy软化 之后呢 拿一个塞纸 把糖粉 就是icing sugar 还有一些盐加入 之后全部过筛下去 好了之后呢 我们先用搅拌器 搅一搅 之后 就是用低速 来把它们混合均匀 混合均匀呢 它就会变成creamy了 好 现在加入一些柠檬汁 还有准备这个lotus bisbalf spread 今天用的是顺滑的 之后呢 把它们加入 在这个cream cheese mixture当中 继续用低速来混合均匀 混合直到它们的颜色一致 这样子就可以了 之后准备碗 搅拌器 还有奶油 都要冷 今天用的是动物性淡奶油 所以开冷气做会最好 用中速来先开始打发 打发呢 直到它发觉 这个短暂的纹路开始出现 你就提起 提起呢 它是这样子浓稠的彩带形 向下流的 在这个程度呢 你可以开始转换前 用低速来打发 这样子出来的大奶油会更加的稳固 没有那么容易消泡 打发直到纹路开始明显 开始测试 提起搅拌头呢 它有非常微小的弯钩在后面 这个是稳固 中性发泡 靠近干性了 倒扣呢 是完全没有流动性 很稳固的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么把它们全部一起加入 这个cream cheese mixture当中 就用刮刀呢 以轻盈的翻拌手法来混合 这样子我们的淡奶油才不会消泡 翻拌 翻碗旁边之后 在中间 刮几下 直到它们完全混合均匀 颜色一致 之后呢 确保我们现在的吉利丁 还是保持有点温的 取小部分的滋湿奶油混合物 加入这个温的吉利丁混合物当中 之后呢 轻盈的搅拌 混合成这样子的液体 之后才把它们加入 加入cream cheese mixture当中之后呢 就轻盈快速的把它们拌匀 以免它们结块 用这样子的方式混合呢 吉利丁可以更加均匀的混合 混合好之后 它是这样子顺滑 有少许光泽的 现在呢 我们来把这些饼干掰成小块 大概五块饼干就好了 加入我们的cream cheese mixture当中 之后轻盈的再翻拌多几下 好让它们均匀的分布就可以了 把刚才的这个饼干底 拿出来 下面已经凝固了 把全部的这个cream cheese mixture 倒入 非常的香 非常的浓稠 所以先删着了 用刮刀呢 把它们铺平 这饼干尽量把它们压下去 铺平了之后呢 你可以晃动一下 轻轻的震几下 这样子的内部 才不会有任何的空隙 之后呢 用这个保鲜膜 把它们盖紧 送进普通冰箱冷却 六小时直到隔夜 隔天之后呢 我们取一些的涂抹酱 顺滑的 也是一样 隔着烧水 让它们融化 之后 可以取出我们的蛋糕了 先放在一个小小的 这个玻璃罐上面 之后用热的 这些布呢 用热布来包裹 模具 这样子可以帮助 它们更容易的脱模 慢慢的把它们推下去 这样子就脱模了 那么旁边如果有一点的空隙呢 可以用热的刮刀 来刮一刮 这样子你的旁边 就会开始顺滑了 有没有 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 Biscop spread 它呢 是有稍微温 而且有流动性的 这样的状态 就可以了 要有流动性 顺滑了 顺滑的从中间慢慢的倒入 之后才来慢慢的向外移 倒了之后呢 我们用刮刀轻轻的 来引导这些酱汁呢 往旁边这个边缘 这样子滑落 让它们自然的这样子 滴落下去 非常的疗愈 很垂涎 三次 我现在看了都想流口水 所以当你的这个流动性够好的话呢 那么它就可以流得非常自然 上面呢 在边缘 我们可以撒上一些饼干碎 最后再加上一些chocolate chips 还有一些糖霜 银球 这中间呢 可以擦上巧克力支撑 我们要支撑Lotus饼干在中间 这样子我们的Lotus Biscop Cheesecake 就做好了 漂不漂亮呢 它的颜色非常的一致 都是Biscop的颜色 那么在切之前呢 先把刀浸在热水当中 抹干 这样子可以切得一个非常干净利落的cheesecake 因为热的温度呢 可以帮助稍微融化这个cheesecake 这样子它切出来就非常的干净 漂亮吗 它的切口 切侧面呢 非常的漂亮 你可以看到 这个蛋糕 从每一个方向来看 都是非常的浓郁好吃的 高度也刚刚好 很喜欢这款的蛋糕 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Biscop饼干 现在要来品尝一口了 看到它的切口痕迹 这个cheesecake有三层 底部中间还有上面的这个涂抹酱 很好吃哦 cheesecake非常的顺滑 很香的焦糖味 也不会太甜哦 刚刚好 每一口切下去都非常的顺滑的哦 你可以看到 而且非常的稳固 那么呢 这一款cheesecake非常的香 不会过甜哦 比我想象中 我以为Lotus Biscop会很甜的 可是还好哦 因为里面我加了柠檬汁 综合了整个的甜度 搭配跟chocolate 非常的好吃 苦甜的那种味道 现在来搭配跟这个 整个的Lotus饼干 Lotus饼干 酥脆的 带搭配跟顺滑的cheesecake 还有满满的Lotus Biscop味道 非常的好吃 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浓郁 尝试做 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 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